到了吧 这也太像了呀 好 现在看看近点啊 抓单 好 掉一个 二哥提琴的分彩 211的一个分彩 我回去发现那边没有人可以控 好 我现在还有一个担心的点 就是PCL的车队的这个油 可能不多 他们从那个下边是一路开过来 又开回去 绕了一个大圈 一般也不会带油 主要现在 是的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你现在不走 你到会儿就走不了 哎 什么情 哎呦 同事还吃到了韩国队的枪线 这边 全边开始 全中心开始内卷了 哇 芬兰队两面开火 韩国队 美国队都是吃到了他们的枪线 这个韩国队其实是过来劝架的 然后被打了 是的 我真感觉美国队这一波再不走 底坡来人 还在服人 这波人服气来了 这个雷 这个雷 又打黄身雷给炸了 这就是88分选手吗 第一个雷 直接掉两个 哇塞 就这波其实说实话 美国队这个半坡是没有必要踩的 因为你踩了以后 你守不住 这个山地站 哪个方向都可能混人过来 对吧 越南的又在扎了 他又在扎 又扎呀 扎哪呢 哦 那个蛇弯 蛇弯厕所 哎 这个位置有点拉锡啊 车也保不住 不管 就是反正靠近于这中心 他还不如停在这个厕所 对面有个站 就会出现有一种情况 我们刚才说的 他刷在加拿大附近的那个平原 嗯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巴不得刷这种拳 为什么呢 刷在那个平原以后 我们从这个加油站上去那个坡开始起飞 纠极好 所以 这个点就是连接那一块 是的 下个圈排水的话 大概率是往南 是的 这波有个正面接驾 美国队也是先没了 颜色非常的好看 蓝白条纹 今天遭遇战 卡屁股啊 这是巴西赛区代表队要卡一手 英国队 但是 有一颗雷 直接 想补一丝血 Fax已经绕到 测身 看到了 四倍净迷你 漂亮 但是自己也是瞬间被放的 别说巴西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斗力是真的很强 配合也很好啊 要已经打起来了 哎 我们来圈了 我们来圈了 哎 这边打起来了 可圈 来来来来 混音 哎 这个往脚下可以想 我是没想到 这把千万别去打脸贴脸 打脸贴脸的话 一旦导人就很难 而且要赶紧支援过来 但现在还有一个担心的是屁股会后面会来人 我觉得还是要控制距离 我觉得如果能吃到中国台湾赛区代表队的信息的话 建议先等等 先不圈 我们去把屁股后面也就是来自于房区左侧西侧的那边的队伍给点压力让他们走 然后再过来就可以了 要不然你控不完的 控不完确实 现在就是说如果说第一时间人还是比较多 一样吃圈变的分数 找机会去抽一下英国代表队 哎 这波可能要出事啊 小心点要千万小心一点 泰国队一直在盯我们的房区的动向 他已经盯到了 两辆车已经出去了 那这个房区已经没有人 泰国队可能要从背着间包过来 但是进圈的过程中泰国队有可能会跟加拿大内卷 单车一定要 左轮手枪 溜了溜了 但他也无处可绕呀 那绕到土路进去还是会接到泰国队的枪线 是的 进房区跟你换分啊 赖了 哎呦 近点位置 地尼大战土耳其 地尼近点这波打赢了 直接不给任何机会啊 先打完先打完 倒第二人呢 第一时间那么服 韩国内想下坡 直接想过来拿分 说真的 这波韩国队稍微弹一点的话 可能自己也屁股会遭重 镇山山顶 我们现在压力一下子解锁了 没有任何压力 就是土路这一战 土路一战打赢了 我们就大有可为 是的 要跟泰国 哎 很好的施压了 这一波很好的施压了 四个人全都在给泰国的赛区代表队那边压力 那叫做泰国队的矛头很有可能会往前面再走 加拿大队那一侧 有一个击倒 被篮球体给带走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抢占先接 先把这个土路给控死了 往前去怪雷 还是 最后一个 干他 很轻松吧 这一波应该打下来很轻松 没有任何的问题 漂亮漂亮 好的 土路完全控制 给我一次拉开 谁不要拉 谁不要拉 就有希望 对 我们能吃大分 东西两侧都要打起来 我们作为第三方直接 拿分 好 打起来了 有没有想法 兄弟们 有没有想法 有的呀 摸进的时候 小心一点好吧 小心一点 打完了 对面应该有导人的情况 来来来来来 还是要控制距离 我觉得 还是要控制 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 对 这个时候当架子 比去贴脸要好多呢 呃 这一段其实挺危险的 很危险 还是想找机会拿分啊 这边贴了一个进点 拿手来 这个距离我觉得差不多了 哎 这个雷好像有 雷配枪线 雷用下一个 都有所收获 就是这样 哎 感觉对了 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啊 这波出枪很快 很有效率 哎 回了 回了 回土路 回土路 回土路啊 这波北部没人 好吧 好 我们现在打打 我们打的就是 在右上角那一块 右上角有事 啊 有事可以做 右上角那边 打起加篮 对 但是目前这个距离 我估计他们 应该不会过来 我猜啊 我猜现在 他们要等这个防区的队伍打 就是等韩国那边打 因为韩国马上要抗压了 嗯 我怕是怕什么 韩国等会那边一打 然后他们摸过去的时候 被旁边越南队踩了一枪 这个是我担心 但是有一点 嗯 因为东边的地形 要比西边党来得好 他们还是想要去 推东边的坡 把这个东边的坡的控制权 给拿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辐射 韩国赛区代表队那边的助力 是的 直接全控 上帝视角来讲的话 就是往右边打会更好一点 二分兵 他们已经二分兵了 我先来看一下南部 印尼队这一侧 枪线日本赛区代表队更加的好一点 完全就是高打低 一丝血 裸奔 没有任何的问题 直接击倒对面 澳大利亚也是依靠 离谱刚才的一波精彩发挥 被打干净 他等会儿仍旧是面临的高低点位 同时被假角枪线这样打的一种画面 哎呦 想最后拿一个分 但是被这个日本队终结了 澳大利亚最后一人也是被淘汰掉 目前四支队伍 这一跳周平岩已经是锁定了对方 哎 雷蛇 先放到一个 漂亮 漂亮 好快 漂亮 漂亮 小佐在这一波混到一个人头 心里一安 哦 哎 这个高低 那个过点 被 经典的防区的一个攻守 这地方真的是很难打 因为 因为 这韩国队这个时候肯定就不出来了 对吧 哎呦 又一个雷 就说实话 打到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是禁力局了 如果说还能拿分 就是 就是突破上线 如果还能拿的话 就是意外的收获了 哎 其实还是出来了 但是蓝圈已经过来了 他并不在圈里 没办法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这个真的尽力局了 这把 说实话 很难挑出太多的毛病啊 现在 看一下吧 这场比赛啊 四打三 完了 这老哥没要了 没甩出去 能有效果吗 啊 这个awm是真的白铁 也是什么意思 空啊 还是有高手写优势 对吧 啊 到哪儿到哪儿 啊 这种成功解析 要是 哪儿 哦 哦 三大一 他他